玉里政公所举办193浪漫农产市级邀集在地193线道 有20多个部落特色摊商 每隔三个星期就雇地开市 主打玉里优质在地农特产品还有美食 玉里政公所还推出了拍照打卡上传到社群媒体 就可以获得100块钱市级慢活卷的好康活动 让民众可以充分体验原名浪漫还有传统供应 自己酿的美酒还有族人腾便的背包 以及在地手作饰品衣服等等 这里是玉里政公所举办的193浪漫农产市级 邀集了在地193线道20多个部落特色摊商 除了不知道它有优质的农产品 另一个重来要采购要去接触 也因为交通的便利产生了 我们在地的这些优质生产的农产品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这些通路 透过这个活动能够得到好的买家 让他们未来好的优质农产品 能够得到好的客户跟好的卖家 让他们的经济能够繁荣 市级都是来自各个不同族群 不同文化各种特色的商品 其中以种植在海岸山脉的玉里镇古林咖啡 也带着自己种植的咖啡豆来到市级当中 让游客认识来自海岸山脉的咖啡风味 另外也有从泰林林雅部落来的稻农 特别透过市级来推广193线有机稻米 以及更认识有机稻田区 镇长龚文俊表示 每隔三周都会固定开市 主打玉里优质在地的农特产以及美食 玉里镇公所还推出了拍照打卡上传到社交媒体 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市级慢活券的好看活动 让民众可以充分体验圆明浪漫以及传统公益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